37岁石妮娜又回来了 航班信息意外遭曝光 公开挑战苏提达地位 贵妃娘娘被禁足了十个多月 一度被认为已经出局 但是现在王室格局又发生了不少改变 比起端庄大气的苏提达 显然石妮娜更加千娇百妹 也更得马哈国王的欢心 37岁的石妮娜贵妃又回来了 航班信息意外遭到曝光 公开挑战苏提达王后的地位 这次贵妃低调回归 看来马哈拉吉拉隆宫的气已经消了 夫妻再次破镜重圆 泰国王室的宫斗局令人浮起 原本以为苏提达已经一家独大 成为真正的后宫之主 但是局势又一次发生了改变 看来想要笑到最后不可能 泰国版真穷传还在继续 根据皇室研究专家安德鲁爆料 施妮娜贵妃即将返回曼谷皇宫 并且还意外曝光了航班信息 在德国行宫滞留了十个多月 贵妃娘娘终于卷土重来 为我们带来的不少看点 施妮娜乘坐皇家飞机荣耀归来 并且后续还被安排的不少公务 为我们传递出不少信号 马哈拉吉拉隆宫看中施妮娜 虽然双方能战多时 如今故事终于迎来转机 其实之前也有不少泰国媒体爆料 施妮娜即将前往曼谷皇宫 在云十四境险僧一 虽然只是一场例行公务 但是却让粉丝们欣喜若狂 偶像终于有机会回来了 原本大众还将信将疑 但是航班信息意外曝光后 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地 德国距离泰国路途遥远 考虑到舒适度和安全性 中间居然还换成过一次 不少王室专家都认为 施妮娜这回之所以能够复宠 就是因为王室想提升支持率 尤其发生恶性事件后 以马哈国王为首的王室备受踢平 因此想方设法都要跟民众拉近距离 37岁的施妮娜虽然不受王室高层待见 但是却跟民众打成一片 在民间的支持率很高 因此马哈国王思前想后 还是决定将施妮娜释放出来 跟苏提达一起承担王室之责 施妮娜贵妃消逝期间 外界的猜测就没有断过 甚至频频被传怀孕生子 但是现在看来 只是王室放出的烟雾弹而已 施妮娜只是在德国行宫 居住了一段时间 如今总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 曾经的施妮娜嚣张跋扈 现在终于沉稳内敛了不少 王室专家安德鲁透露 此番施妮娜贵妃回归 给苏提达王后造成巨大的压力 泰国后宫格局再次改写 马哈瓦吉拉龙宫已经70岁 但是心里还是放心不下施妮娜 证明他们才是真爱 44岁的苏提达美梦落空 好不容易形成一家独大的局面 如今被施妮娜轻松破解 不得不感慨 施妮娜是个狠角色 二次复宠备受关注 在泰王的心里果然不一般 这个女人无论狼成入狱 还是被禁足 总是能毫发无损 出现在公众面前 为我们传递出不少信号 王室为了给施妮娜宣传造势 还晒出了一组贵妃娘娘的近照 更坐实了这个消息 施妮娜头戴白色绒线帽出镜 青春洋溢又活力十足 即将返回后宫遮盖大舞台 王室研究专家安德鲁担心 苏提达王后将迎来巨大考验 能否坐稳王后的宝座 都是个未知数 原本泰王已经回归家庭 但是随着施妮娜的复仇 苏提达内心又变得焦躁不安 《泰国真穷传》又一次更新 扭护路施妮娜粉末登场 为我们带来无数传奇故事 37岁的贵妃娘娘悄然归来 在后宫势必掀起惊涛骇浪 苏提达王后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马哈瓦吉拉隆工人老兴不老 后宫嫔妃几经臣服 完全掌控在自己的手心里 根据王室内部人士透露 施妮娜后续会有一系列公务 到时候会继续跟苏提达分庭抗礼 施妮娜消失的这段时间 外界有太多离奇传闻 这次毫发无损回归意义重大 出身贫寒却备受宠爱 施妮娜贵妃无疑是泰国王室顶流 甚至连苏提达王后都自愧不如 小编认为 马哈国王深爱贵妃 这次表面看似禁足在德国行宫 实则是把贵妃娘娘保护起来 如今危机终于解除 施妮娜终于可以放心回来 贵妃娘娘荣耀归来 对于苏提达来讲 无疑是灭顶之灾 这个对手简直又嚣张又难缠